一条静默的河流缓缓流过 有漩涡也有温暖 夹杂着无奈也携带着苍荡 作者 碧飞宇 演播 赵薇 郁闷当中 徐太来特地地注意了一个人 小梅 一个来自陕西的乡下姑娘 徐太来关注小梅 也不是说小梅有什么独到的地方 不是 是小梅一直在大大方方地说她的陕西方言 她说得自如极了 坦荡极了 一点想说普通话的意思都没有 太来很快就听出来了 陕西话好听 评声特别的多 看似平淡无奇 却总能在一句话的某个地方夸张那么一下 到了最后又一个字 又平了 还拖得长长的悠扬起来 像唱歌一样 要说这口音 陕西方言比苏北方言的口音众多了 小梅却毫不在意 简直就是浑然不觉 她就是那样开口说话的 平常呢 你甚至会觉得普通话有问题 每个人都应当像小梅那样 说一口浓重的陕西话才对 比较下来 苏北方言简直就不是东西 尤其是孕母的部分 没头没脑的采用了大量的入声和去声 短短粗粗 是有去无回的甲 还有将 太来自惭行贵了 他怎么就摊上苏北方言了呢 要是陕西话 乡下人就乡下人吧 他认了 意外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这一天的晚上 太来和小梅一起到了换洗间 小梅正在洗一双袜子 两个人站在水池子边上 小梅突然说话了 问了太来一个要命的问题 你为啥子也总不说话吗 太来的眼皮子 眨巴了两三下 没有搭理他 小梅以为徐太来没有听见 又问了一遍 太来回答了 口吻却并不怎么好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意思吗 我就是想挺你舍话吗 你想挺什么 我啥也不想挺 我就是想挺你舍话吗 你什么意思 好听吗 你说什么 哎 你那假象话实在是好听吗 这话有点吓唬人了 徐太来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把小梅的这句话弄明白 这真是隔锅饭香 方言让徐太来自卑 是他的软肋 可他的软肋 到了小梅那一头 居然成了他的硬点子 太来不信 可由不得太来不信 小梅的口气在那儿的 充满了诚实 当然还有羡慕和赞美 太来在小梅面前自信 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说话的 说话的自信 是一个十分鬼魅的东西 有时候 你在谁的面前说话自信 你内心就会酝酿出 自信以外的东西 使自信变得绵软 拥有缠绕的能力 两个人就这样热乎了起来 各自说着各自的家乡话 越说话越多 越说话越深 还好上了 太来与小梅的恋爱 一共只存活了不到十个月 那是九月里的一个星期天 小梅的父亲突然给上海打了一个电话 他请求小梅立即回家 嫁人 父亲把所有的一切都挑明了 男方是一个指账 小梅的父亲不是一个蛮横的人 他把话都说得明明白白 他不敢欺骗自己的女儿 他也不敢强迫自己的女儿 他只是和小梅商量 是请求 父亲甚至把内里的交易 都告诉了小梅 一句话 事成之后 小梅的一家都会有好处 哇 回来吧 小梅的离开没有任何迹象 他只是在附近的旅馆开了一间房 然后悄悄地把太来叫过去 一觉醒来 太来从小梅的信件上 知道了小梅离开的消息 太来用他的指尖 抚摸着小梅的信 每一个生母和孕母都是小梅的肌肤 是小梅拔地而起的毛孔 在信中 在信中 小梅把一切都对太来哥说了 到了信的结尾 小梅这样写道 太来哥 你要记住一件事 那是你的女人 你 就是我的男人了 太来不知道自己把小梅的信读了多少遍 读到后来 太来把小梅的信放在了大腿上 开始摸索 开始唱 一开始还是低声 只唱了几句 太来把她的嗓子扯开了 放声歌唱 太来的举动招来了旅馆的保安 他们把太来请了出去 直接送回到了推拿中心 这徐太来一定是着了魔了 回到推拿中心 他还唱 唱了差不多得有一天半的时间 一开始呢 大伙还替他难过 到后来 大伙就不只是难过 而是惊诧 太来怎么会唱那么多的歌呀 徐太来开始大连唱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一直串到了二十一世纪初 什么风格的都有 什么唱法的都有 令人惊诧的还在后头 谁也没有想到 太来能有那么好的嗓音 和平日里的胆怯一点也不一样 他奔放呼天抢地 还有一点就更不可思议了 太来一直说不来普通话 可是他在唱歌的时候 居然把每一个字的生母和韵母 都吃得很准 喝和喝正确地区分开来 哪和乐也严格地区分开来 甚至连知痴诗和滋滋滋滋 都有了他们恰当的蛇味 太来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 不论同事们怎么劝 他都不吃不喝 只是在唱 一群推拿店里的盲人按摩师 私密而真实的另一种人生悲喜 快乐 忧伤 爱情 欲望 野心 狂想 黑暗里的丰富情感世界 这里是中国五八五江苏故事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矛盾门学奖获奖作品 推拿 作者 碧飞鱼 唱到后来 徐太来已经失声了 只有气流的喘息 就在大伙以为要出人命的时候 泰兰没有出人命 他做了一个平静的举动 自己爬起来 没有任何人劝他吃 他吃饭了 没有任何人劝他喝 他喝水了 吃饱喝足 泰兰没事一样 上班去了 那个时候金烟还在大连 大连离上海有多远 起码也得两千公里 可以说是两重天 然而在手机时代 两千公里算什么 是零距离 金烟在第一时间 就从他的一位老乡内地 听说了泰兰的事 事实上 手机的转述中 事情离他的真相已经很远了 他得到了加工 再加工 深度加工 事件上升到了故事的高度 他有了情节 开始跌宕起伏 拥有了去世人的气质特征 拥有了爱情故事的爆发力 他完整破碎 激烈 七年 徐太来与小梅的故事 在盲人的世界里迅速的传播 是封闭世界里无边的旋风 金烟听完了故事 合上手机 眼泪还都没有来得及擦 金烟就已经感受到了爱情 咚的一声 金烟掉了下去 陷了下去 这个时候的金烟 其实已经恋爱了 他的男朋友 就是故事里的男主人工 他的恋人叫做 徐太来 一个星期之后 金烟辞去了大连的工作 疯狂的火车轮子 把他运到了上海 一份工作对于金烟来说 真的是无所谓 作为一个推拿师 他所有的手艺都在十个手指头上 这里辞去 换一个地方 还可以再转回来 但爱情不一样 爱情只是这个时候 当然 爱情也还是这个地方 错过了 你就一辈子错过了 作为一个盲人 金烟是悲观的 他的悲观深不可测 他清楚地看到了 他的一生 这个世界 不可能给他太多了 悲观反而让金烟 彻底地轻松了下来 骨子里 他洒脱 他不要 他什么都可以舍弃 今生今世 他只要他的爱情 饿不死就行了 在爱情降临之后 他要以玫瑰的姿态 把他所有的花瓣绽放出来 把他所有的分方 弥漫出来 爱一次 做一次新娘子 他愿意用他的一生 去做这样的预备 为了他的爱情 他愿意把自己的一生 当作赌注 全部押上去 他豁出去了 推拿 描写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这个故事中 作家必飞鱼 掌握着每一波情感的脉搏 不疾不虚 娓娓到来 金烟却扑了一个空 就在金烟来到上海前的一个星期 太太早就已经不辞而别 像所有的传说一样 主人公在最后的一句话里 合理的消失了 消失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无影无踪 金烟拨通了太来的手机 得到的答复是意料之中的 您拨打的手机已停机 金烟并不沮丧 已停机不是最好的消息 却肯定也不是最坏的消息 已是一个信号 他至少表明 那个故事是真的 太来这个人是真的 有 太来不在这儿 却肯定在那儿 只不过他的手机已经停机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停机就停机吧 爱情在就行了 金烟的恋爱 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半 一半是实的 一半是空的 一半在地上 一半在天上 一半是已知的 另一半是未知的 一半在这儿 另一半在那儿 一半是当然 一半是想当然 这很迷人 这也很折磨人 因为折磨人 他更加的迷人 他带上了梦幻和天高地窘的色彩 太来在哪儿 金烟不知道 然而不幸的消息最终还是来到了 几乎就是噩耗 金烟的手机告诉金烟 他拨打的手机不再是停机 而是空号 金烟没有悲伤 心中却突然响起了歌声 所有的歌声都响起来了 像清盘的雨 像飞旋的雪 从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 什么唱法的都有 什么风格的都有 他们围绕在金烟的周遭 雾气茫茫 金烟的心无声 却纵情歌唱 太来 一个失恋的男人 一个冥冥中的男人 一个在虚无的空间里和金烟谈恋爱的男人 他哪里能够知道 他已经又一次拥有了他的爱情了 他姓徐 他叫徐太来 金烟的心苍茫了起来 空阔了起来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可满世界都是毫不相干的雨 满世界都是毫不相干的鸟 太来被大海和天空无情的淹没了 他在哪 他在哪啊 金烟决定留在上海 气息奄奄 像一个梦 他在太来曾经工作过的推拿中心留了下来 金烟是悲伤的 却一点也不绝望 这可是太来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他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所做的事情并不盲目 他了解盲人的世界 盲人的世界看起来很大 从实际的情况来说 很小 非常小 与此同时 盲人都有一个致命的特征 练旧 上海有太来的旧箱石 太来总有一天会把电话打回上海来的 金烟要做的事情 其实只有一件 就是等 在小小的世界里守株待兔 又有谁知道金烟的心是怎么跳动的呢 金烟是知道的 别人的心跳得像兔子 他的心跳得则像乌龟 乌龟一定能在一棵大树底下等到一只属于他的兔子 金烟均信 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每一次心跳都是有价值的 他的每一次跳动都会离他的恋人再近一点 再近一些 金烟看不见 那是他的瞳孔内部装满了徐太来消失的背影 重重叠叠 郁郁葱葱 金烟在恋爱 他的恋爱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的恋爱是最为动人的恋爱 一个人的恋爱才更像恋爱 亲爱的 我来了 亲爱的 我来了 金烟给了自己一个时间表 大致上说是一年 金烟愿意的 时间这东西过起来很快 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你有没有目标 等待的人是很难的 说到底 又是幸福的 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 其实都在接近 他们都用在了刀刃上 只要能够接近 等待必然意味着一寸光阴一寸金 金烟并没有等待一年 命运实在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金烟在上海只等了五个月 五个月之后 金烟听到了命运动人的笑声 那是在一个夜晚 金烟他们已经下夜班了 几个男生聚集在金烟的宿舍里 胡乱的嗑着瓜子 瓜子壳被他们吐得到处飞 那约在凌晨的一点多钟 他们扯来扯去的 怎么不知道就扯到太来的身上去了 一说起太来 大会儿便沉默 这时候 坐在门口的野兔却说话了 十分平静地说 他现在挺好的 在南京呢 谈话的气氛寂静下来 金烟侧过脸问 你说谁 你说谁挺好的 野兔嗨了一声 说 一个活宝 你不认识的 徐太来 金烟控制住自己 声音却还是颤抖 金烟说 你 你有他手窍吗 有啊 前天中午 他还给我打电话了呢 那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句话 问得有些不讲道理 野兔把一根瓜子 架在牙齿的中间 张着嘴 不说话了 金烟的话 问得实在是没有来路 野兔想了想 说道 哎 你不认识他 我认识他的 你怎么会认识他呢 我 我欠他的 南京 当金烟还在大连的时候 南京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 像一个谜底 掩藏在谜语的背后 而现在 南京哗啦一下进来 就在上海的边缘 金烟突然就感到了一阵害怕 是尽相情更确的恐惧 可金烟哪里还有时间害怕 他的心早就已经是一颗子弹 经过五个多月的瞄准 啪的一声 他扣动了扳机 他把他自己射了出去 也就两个多小时的火车 当然 还有二十多分钟的汽车 第二天的下午三点二十七分 出租车 稳稳当当的停泊在了沙宗旗推拿中心 金烟推开沙宗旗推拿中心的玻璃门 款款的走了进去 他要点钟 点名 叫徐太来的钟 前台小姐告诉他 徐大夫正在上钟 给你另安排 金烟平平淡淡的给了前台小姐三个字 我等他 我等他 金烟等了徐太来已经这么久 他哪里还在乎再等一会儿 以往的等是怎样的一种等 那是空等 吃等和啥等 陪伴他的只是一个人的恋爱 其实那是煎熬 现在不一样了 等的这一头和等的那一头都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他突然就爱上了现在的等 他要用心来消化并享受现在的等 金烟说 给我来杯水 在后来的日子里 金烟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平静与镇定 他怎么能这样平静与镇定呢 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太不同寻常了 金烟惊诧于自己的心如止水 他就觉得他和太来之间一定有上辈子的前缘 经历了一个纷繁而又复杂的转世投胎 他和他又一次见面了 就这么简单 徐太来终于出现在了金烟的面前 很模糊 雾蒙蒙的 是个大概 然而金烟可以肯定 这是一个实体 高度在一米七六的样子 金烟的眼睛和别的盲人不一样 他既是一个盲人 又不能算是一个彻底的盲人 他能够看到一些 只是不真切 他的视力毁坏于十年之前的黄斑病变 黄斑病变是一种十分阴险的眼疾 它是漫长的 一点一点的 让你的视力逐渐的减退 视域则一点点的缩小 最后这个世界就什么都没有了 金烟的视力现在还有一些 却是棍状的 能看见垂直的正前方 当然距离很有限 也就是几厘米的样子 如果拿一面镜子 金烟只要把鼻尖贴到镜面上去 他还是可以照镜子的 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 如果金烟把徐太来抓住 一直拉到自己的面前 金烟努力一下 完全可以看清楚徐太来的长相 但是金烟丝毫也不在意徐太来的长相 和他的杜鹃皮鞋比较起来 一个男人的长相 又算得了什么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 我记得吗 真的 我记得没有一个 horse 和他好 这选择 一个 Од和 看 我们 美 呢 我们